老西安 除了羊肉丝多那一串 北京新街口的老西安饭庄 能力而不大 装修也陈旧 但到了饭点 总是冰壳满堂 咱们几位去 头一尾吃尝尝咱普通的 36岁的白木莎 现任老西安饭庄经理 17岁就入了厨师行 中午饭点最忙的时候 他也身兼服务员 来 三位 咱们再磨 掰一下 磨饼 羊肉泡馍的主角 要求烙制的 扁原有形 皮黄不焦 入汤不散 耐嚼利口 讲究铁圈 虎贝 菊花心 来 您看看这两口磨 本叉的比较大 这碗 它们都一个磨 掰成四瓣 这碗呢 这个 黑的跟黄冬粒似的 一个吉比的 一个曼清瓣 先掰着 等麦饭了 就掰着 切了 切了 再吃 来 早 您 制作磨饼的宋繁荣师傅 22岁从无线电厂转到饭庄 已经工作了三十多年 带出的两个徒弟都去了分店 宋叔 叫宋龙王 每年的按三百天算 然后每天呢 基本我们都经营八百万磨以上 说经过宋用手 是吧 就烙过七百多万磨 就是简单的事 从工作 你就是专家 都很累 专家不专家的 你这干嘛 让他在锅子都是 一袋面五十斤 加水活匀后 接近六十五斤 从机器中取出 放到面板上 需要瞬间发力 仅这一个动作 就不亚于举重运动员的日常训练 你干这个 你不如斗层 那个斗层就得产用 包括上位下劲就拿这秤一秤 是吧 应该是二两半 后来是一上秤 是吧 多了0.13克 非常的多 和面 水温 揪面 重量 大小 烤制时间 宋师傅已全部了然于心 那我磨的时间也是 不用定日器 都形成在这个生物中的 一拉门 准备把磨得合适了 两块煎皮卡包 好 来 咱们讲来讲 这泡沫是主打产品的 最重要的 我觉得应该是汤 这个汤是咱们泡沫的魂 一锅汤讲究用精选的肉和骨 羊骨羊肉洗净肉汤 煮开后倒入老汤锅 随之将小茴香 花椒 大料 桂皮 葱姜等佐料投入锅中 先用无火煮 再再闻火煤 熬到枝浓汤盐 味道醇厚 每天一百多斤骨头 这都顾客看不见的 过去厨师讲究用 无骨不腥 举举骨头 把骨头里边的营养物质 包括它的这个骨头油 给熬出来 光指着肉 它汤浓不了 不然咱们冬天的时候 喝咱们这个羊汤 它暖和呀 有劲儿啊 早上下这个骨头 大概十多个小时了 把里边的骨髓都熬出来了 又成空子了 老西安饭庄用的都是 生长两年之内的猛羊 取肉部位主要以前腿 后腿 腰窝为主 必须得有点肥的 太柴了不好吃 而且肉呢煮制的时候 必须得十二成熟 煮过点火 为什么咱吃泡沫 肉有时候一吸溜 一吃的时候 拿手一口来 吸溜进去了 羊肉泡沫的配菜也同样讲究 用餐者自己动手掰磨 再一碗一碗分开烹煮 最后配上香菜 辣椒酱和糖蒜 才能成就一碗热腾腾的美味 而这其中 糖蒜也独有讲究 一个是颜色 再一个是咱们的口味 再一个就是口感 吃出来得脆的 嘎吱嘎吱响的 老西安饭庄 每天光糖蒜的用量 就超过八十斤 从挑蒜开始 白木砂便清理清理 距离北京城八十公里外的一家食品厂 与老西安饭庄 已经合作了二十多年 你们刚进来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一屋子蒜 辣眼睛 对于如何制作糖蒜 白木砂也有特定的讲究 咱们再往里走 私人定制的一个糖蒜呢 在里边哑尖呢 工厂规模不大 只生产韭菜花和糖蒜 白木砂看上的 恰恰就是这一点 好一块 这种酥脆的感觉 对酥脆 这个甜是棉田 对 没有加任何的酸 因为这个糖本身经过发酵 这个过程当中 它自然产酸 它这个自然产的酸 就已经就够死了 没必要添加那个其他的 这醋那醋的 你别说 刚才吃两口糖蒜 现在想那口泡馍吃了 今年八十三岁的刘广通 退休前是马香半庄的服务员 六十多年前 他曾在这里接待了一位 特殊的会儿 面熟 面熟 我都会后来才想去是主席了 主席那高啊 我还得抬到脸看呢 灰尾 这手跟那个面包呢 特别暖黄 一九五六年十月六日 毛泽东主席 与彭德华元帅 曾一起在这个房间里用餐 那个西风球 他一块切一瓶 一共才算了十一块四毛钱 吃泡馍 那时候才三毛八一碗 宋代诗人苏世诗中说 情烹没羊羹 羊羹据说指的就是羊肉泡馍 那么这种温味奈及的情地名吃 怎么在北京落地生根了呢 五十年代初的北京 随着习惯西北口味饮食的军民进驻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习仲勋和汪峰等建议 开一家西安食堂 即1954年十月开张的老西安饭庄 当时的主厨 主造 全部来自老孙姐 佟正祥和厚德福这三家老哥 所以老西安饭庄是三方新重组 在北京再生的一家老字号 特别希望是把这个菜漂亮瞬间留下来 人不说嘛 胃是有记忆的 过去吃什么味 它是有记忆的 是吧 还想吃那口 也许这是白木砂 为什么仍然坚持保留一些费时费工 但利润微薄的菜品 咱们拿这糖尿酱油为例 是吧 首先选料就比较讲究 三种原料 山用 面 枣 好 山用 有水山用 有汗山用 咱们选择年性比较大的山用 好 有使用大枣了 大把皮厚 容易卡嗓子 包括咱面粉也是 应该选择咱们低筋质 然后按着笔列加水混成一块 然后上锅上去去蒸 基本蒸30到35分钟 然后定型 定型之后 切上咱们的圆块 然后进行炸这个 炸成青黄色 最后溜一遍糖汁 糖汁里有椰糖 有白糖 有黑花 还有蜂蜜 所以这是一道甜菜 也是一道工艺菜 非常费工 但是咱们到北京 点赖非常多 老人小孩都爱吃这个菜 一份卷果 一碗泡馍 老鲜饭庄的后种和讲究 都在里头了 人们对食物的热爱非常奇特 吃遍山珍海味 也许还是那一种 带着情感记忆的食物 才是内心深处的真爱 讲究是老字号里的行话 指的是做人诚实手性 做事认真精细 古老的记忆能够在数百年流转中传承 于它每一道工艺的精雕细琢 和匠人们无微不至的推敲讲究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